记住,永远热爱我们的祖国 这张照片背后的绝对不是靖国神社 我也绝对没有进到靖国神社里面 没有参观,更没有参观 像是命运,像成活八字 你像被伤情算计说你青年红的法子 习惯了又欢喜 出于跟老爱幼的这个 咱们的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 和他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呢,其实我本人是根本不认识他 也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 就单车,渐渐生锈 漆黑灯塔被废弃的港口 一个人站在清冷的街头 想出发却不知该往哪走 昨天的影子依旧在今天潺流 现在不改变就别想奢望以后 我都知道,我都知道 可是哦 曾经我也想过 一了百了 我经历过的那些 被桃红的心无力长生 我一直都在哭泣 告诉我为什么 没有开心的时候 为何总是这么 只是因为孤独的心渴望拥有 谁来陪我 你们别走 就是陷入到一种很 恐慌的影状 一种自我的怀疑 有的时候我也是想 会不会是真的我 我死了才能够 证明自己是一个 红色的心 像困守,渴望自由 没有出口 只能用力嘶吼 护住眼睛 还看得见囚楼 我的痛苦 有谁会来深究 这一切不过是在论自己战斗 不管输赢与否 结局都是荒谬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可是啊 曾经我也想过 一秒八一秒 我真的听过了那些 我经历过了那些 忽然看见你的明媚的微笑 原来总想着结束 这还没结束 你却能把病云看重 只是因为没能找到坚持的理由 我总得重新站起来 就像个孩子在宣布 曾经我也想过 一秒八一秒 我真的听过了那些 我经历过了那些 在没能和你相遇的时候 等我有那么一天 能让你这样的人 真正地跑到你 在遇这个世界 我决定跑到你 小小还清我沉睡心里的喜悦 我愿意接受调查 也愿意接受质疑 也希望能够还我一个清白吧 我们相信正义一定会来到 真相一定会来到 我愿意接受调查 期待这个世界 对你来说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